接著 因為我們邀請到早上的這個 也是Kino Speaker 吳勝 然後他來把早上是Apache的這個內容 用他自己所經歷過的Skywalking 這個頂級項目 到底他是如何變成是Apache頂級項目 然後今天就很高興能夠邀請到他 因為其實全中國也只有十幾位的 Apache的這個Member 他是其中一位 OK 今天來好幾位在現場 好 那總之就大家可以掌聲來歡迎吳勝 來給我們看Skywalking OK 謝謝大家 剛才在下面講Kino的時候 其實我去講了一些 然後今天在這兒 對 講了一些 然後現在其實是繼續下去講 其實每一次都會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不管是Apache 還是所有的Open Source 就是你去問開發人員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感興趣 但是你要他們去做的時候 其實絕大多數人是Back Off 他並不會真的去做 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現場來的人 其實就知道 因為我對這個場景不陌生 就是當你去跟線下聊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多的人 但是當你讓他真的去想辦法去學習 怎麼去投入的時候 人數至少會減一半 一半算好了吧 一半算好了 但這個是我可以看到是至少在絕大部分的亞洲和中文地區的大家能夠看到一個非常非常常見的問題 今天講的內容 今天講的內容可能會有一些Skywalking的過程中間很特立的東西 以及會有Open Source的對大家會有價值的東西 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現在來自於北美的一家TheTrade 是ServiceMesh的公司 然後我以前是華為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商業上可能去做ServiceMesh的商業交付 就是MoyEastill加Skywalking的一個商業產品的交付 然後同時我可能更多的day job是在做開源的事情 我是Apacity Skywalking的FounderVP 以及Incubator的PMC成員Sharding Scale的CoreFounder 以及大家熟悉的CNCF的Cubecom的Program Committee 就是大家去Cubecom報名的時候 就是我是其中一個站在背後審理謎題的人 然後另外是Microsoft的MVP以及騰訊的TVP 在所有東西開始之前 我想說我想這是一個最入門的事情 就是你把代碼拖管在Github上面肯定不是開源 你只有建立了成功的社區 你只有建立了成功的這樣一個貢獻體系 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模型 但它至少是一個貢獻體系 它才真正的是一個開源項目 就是我上個月準備PPT的時候 隨意結的一張上個月的Skywalking的貢獻情況 上個月的話是有18位貢獻者貢獻了74個Commit 增加了15000行代碼 刪除了3387行代碼 這是非常常規的一個月 沒有任何特別的事情發生 我在第一個的原因只是因為我要做最後的Confirm的Merge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的Commits會比較多 但是實際情況就是說這是一個正常的真正具有社區化的TopLevel的Project 所需要做到的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看你聽過的常見的TopLevel的Project 因為這個畫面是公開的你可以在任何一個Github上去找Insight 去進去看都是能夠看見的 你可以去看 那麼這是一個在我看來是一個比Star 比Fork比Watch更有說服力的指標 因為這是實實在在的人他們在貢獻代碼 那麼會比你的那些指標 如果要玩指標其實這樣的項目 Skywalking這樣的項目一貫是不怕玩指標的 對吧 就是因為Skywalking一個項目就有將近1萬Star 可能在下週就會變成1萬Star 現在是9000好像9800多吧好像是 然後我們有大概150位Code的Contributor 有90家公司能夠在公開場合承認 他們在使用我們的項目用於生產環境 有20位PMC成員有在兩到三年之內有1500多個issue 就是可記錄的狀態1500個issue 不包括線下的一些溝通 所在Github上fix的問題 Skywalking本身是一個純Java生態 但是我們有.NET, Node.js, Go, PHP的Agent 全部來自於社區的貢獻 而且這些項目甚至現在都還不是阿法奇的組件 因為看到他們並不偷管的阿法奇 只有Skywalking的JavaAgent和Skywalking的後端UI 是屬於阿法奇的top-level project 所以這是一個純粹的社區共享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們所有聯繫的開源社區 基本上這裡列了一些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的 國內外大家會比較熟悉的 但實際上可能你會看到的是幾乎是Java站的所有 因為Skywalking可以去監控任何一個Java framework 從Java1.6到Java12 所以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這種配合的事情 OK 剛才是現在那麼我們回到最開始 實際上這個項目已經四年的時間 剛才大家講了很多企業開源治理的事情 那麼Skywalking是中國地區唯一一個沒有企業背書的頂級開源項目 這個是我可以保證是唯一一個 全中國大概有十來個項目進入阿法奇或者阿法奇孵化 那麼你可以去翻一下他們原始來自於哪兒 因為每一個項目進入伏劃期或者畢業都會有一篇新聞稿出來 你可以看看他們背後站的是哪一家公司 那麼這是唯一一家沒有 因為這是什麼 因為這個項目並不是有任何的商業訴求在創建的第一天 Skywalking在大家可以去翻到非常早期的版本 1.0的版本上 你會發現上面是中文的 不是全球化的 因為它根本就 本身它不是一個戰略訴求 Skywalking的訴求是什麼 Skywalking的訴求是 就是培養我們團隊下面的應屆畢業生 因為推到2012年 如果大家熟悉2012年 2012年是傳統的G2E架構到SOA架構的 可以算是元年或者是比較開始的時候 很多的企業開始擁抱SOA 那麼在那個時候 很多的應屆畢業生去畢業 並不明白什麼叫做分布式架構 他們沒有辦法去理解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去接觸到實際的系統 那麼Skywalking給了他們一個 可視化的方式讓他們去理解 因為它是一個監控系統 它是一個APM系統 那麼你把探针裝上去 你知道這個系統在怎麼樣在跑 它會經過哪些系統 經過哪些分布式的狀態 那麼這其實是它的一個訴求 所以任何時候你去開放一個項目 你首先要明白你想幹什麼 那麼如果你真的在開始之初 你就想去做一個開源戰略 好像Skywalking在2015年2016年 開始轉向開源戰略的時候 他首先要回答的這些問題 誰需要這個項目 它的核心能力在哪裡 它是不是夠複雜 這個方案是不是有自己的特點 是不是炫酷 有多少相似的項目 為什麼 因為做一個開源項目 跟你成績一家公司 從本質上沒有本質的區別 你會這樣面臨無數的競爭對手 你會面臨無數的有背書沒有背書的人 去和你PK 那麼你要贏 你有很多點 至少這些是最基本 你至少要有他們 你才有可能會贏 一個炫酷的項目會比較吸引人 這個炫酷可能是很多方面 一個是技術上的 比如說 Sylocking去做那麼多JDK版本的 適配的情況下 可以去做自動探針 也就是說 我監控你的時候 不需要你去修改加油代碼 只需要一行命令 我就可以監控你的系統 那麼 是不夠複雜 這個技術站難度是不是大 如果技術站很簡單 那麼你更像一個工具 而不像一個開源項目 那麼這個工具是很容易被仿製 被改進 被換殼 那麼意味著你的品牌效應 在沒有建立之前 很可能就被一個 具有更大資源的人代替掉 另外 是不是核心價值在哪裡 為什麼需要你 Sylocking的成功 並不僅僅在於我個人 或者Sylocking團隊的技術能力 而在於從傳統的G2E 到SOA 到Micro Service 在Service Mesh 整個過程中間 它是一個持續的升溫被需要的項目 每一個項目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Sylocking可能在五年之後 十年之後也會消亡 但是它在這個時期 它被需要的原因是 市場上需要這麼一款軟件 去解決一個現實的問題 這個不會由任何企業背書 和企業的所謂的這種 市場營銷行為所打破 我以前也在華為 他們都在做 去幹掉相同或者類似的競爭對手 但是沒有創新 沒有新鮮的東西 那麼意味著我們在PK代碼 我們在PK是你寫的這行代碼快 還是我寫的這行代碼快 是你加一個功能快 還是我加一個功能快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挑戰 這其實到最後是什麼 是堆錢 因為你並不需要說服用戶去接受你的創新理念 所以這個是開源裡面你要想好事情 你的策略在哪裡 OK 那麼當你有了一個想法之後 你可能需要做的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就是 你起碼要寫一個可以run出來的程序 這個run出來的程序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它基本上能跑 第二個 它不一定要是你想的那個最酷炫的事情就要做出來 因為往往這個最酷炫的事情肯定是最難的事情 但它不一定是優先級最高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Skalking最多的被人看到的是什麼 UI 但是我們的UI直到今年 開源的第五年 我們的UI才被換成了能夠和商業UI差不多的 而這份UI的來自於哪 來自於一家商業公司無償的捐贈 有人替掉了我們開源的UI 決定說我要來一個更專業的 這是你的community給你的 但是如果我去做這個事情 可能我哪怕做很多年我也不會是賺金 因為我就不是一個前端開發者 因為監控系統往往是一個後端開發者領導的項目 但是又同時非常需要前端 所以你要想清楚你需要做什麼 因為你的資源是有限的 哪怕你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你的資源也是有限 那麼當你有了原型 你想去往上做 那麼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點 就是 首先能得有一些炫酷的事情可以拋棄了 比如說Skalking在全面轉向開源戰略的時候 解決的炫酷的問題是 我的Java自動探針是可以工作的 是能夠和商業的APM Epidynamic Neuralic這樣的探針具有相同能力的開源項目 那麼這是你的殺手鐵 你有可能能夠在這個開源市場 佔得一席之地 因為你提供了別人不提供的東西 或者不願意提供的東西 OK 然後還有一些事情 就是你的社區 你的社區是非常困難的 特別是一些個人或者小範圍開源的項目 誰會來參與你 誰會相信你 那麼這些事情其實和你 就要求一個技術人員 其實像一個Marketing的成員一樣 你去做推銷 因為這個時候Marketing是失效的 大家會發現Open Source領域 Marketing成員其實不起作用 你去雇一個社區運營人員 是 現在有這樣的崗位 但是現在的社區運營人員在幹什麼 他在幫你組織活動 這個確實需要 比如說你要拉一個廠子 廠子裡面需要來100人 200人 這個確實你肯定需要 這個職務不是沒有意義 但是我想說的是 它不能像傳統的商業銷售一樣 幫你把這個產品 銷到你的最終用戶那 這種Seller的形式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會發現 Open Source裡面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寫完核心代碼 會上台講的 第二種 會寫文章的 因為只有這兩種東西好使 給人家看到代碼 給人家看到文章 人家才會選擇 是不是要嘗試你這個系統 這基本上是一場輿論戰 你贏了Open Source的輿論 如果你的項目不差 大概你的開源項目 能夠有機會活下來 OK 那麼 還有一點就是很多技術人員 不想幹的事情 就是社交 聊天 所有的技術人員都認為 只有代碼才是靠譜的 就好像所有 你大家去講Open Source的時候 都會有一句話 就是Show me the code 但是我想告訴你 Show me the code 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那是在解決bug的時候 我要Show me the code 因為沒有社交 你就沒有任何宣傳的渠道 你就沒有人去幫你背書 Skywalking能走到今天 是在每一個階段 都有不同的企業 在幫Skywalking背書 就像2015年 大家會看到左下角 有個非常小的badge 那是什麼 那是大陸地區的一家 商業的APM vendor 決定sponsor Skywalking 這是商業 Skywalking進入APM 是我個人加入完 華為雲之後的事情 我動用了部分的 華為的內部資源 去support我 同時華為的Title 會給我出去社交 一定的branding的支持 這都是很現實的情況 你必須要面對的情況 如果你是一家不知名的公司 一家小公司的一個個人 你出去 為什麼會有人幫你 就好像我們今天早上去講說 進入APAQ Incubator 你需要三位Menthal 那你要回答我一個問題 這三個Menthal 為什麼要幫你 你是花錢雇了它們 還是你的項目對它有益 而往往你很小的時候 你很難解釋這個問題 你對它有益 就是你可以做大 很難有開源項目能夠解釋 就好像剛才老馬說 你不能把它換成錢一樣 你也同樣不能把它換成規模 因為你什麼都沒有 一個GitHub上就只有一百星三個貢獻者 然後每天就只有你自己在貢獻代碼項目 你怎麼證明以後能成功 我不相信你有任何辦法 你能證明你能成功 我周圍看到這麼多項目 從來沒有人成功 OK 所以 你需要有人幫你背書 不管是你個人的title也好 你的公司的title也好 你參加的會議也好 你出去寫的書也好 不管是什麼 至少 你得有名 至少大家得認識 那麼 後面其實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剛才我講的那些事情 其實這一頁我就不會講的太多 你要去認識更多的人 你要去認識更多跟你項目有聯繫的人 你要去想辦法讓他們參與進來 因為 在開源市場上 競爭對手不一定是永遠的那個競爭對手 比如說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 Skywalking 可能有類似的項目 比如說有Pingpoint 有Zipkin 有Yager 他們會有一樣也會有不同 但是如果你很狹隘地看 他們就都是競爭對手 但是你如果放在open source裡面看 你們這叫什麼 你們這叫 Observability Landscape 你們共同組成了一個 Landscape 如果這個領域只有一個玩家 那說明什麼 說明這個領域根本就不重要 因為別人決定根本都不來嘛 所以那你從哪去互相學習 競爭是提高的一種方式 別人做到什麼你做不到 你要想想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 我以後可能要做到 這是我的一個Mail Store 因為它在這方面比我強 所以我想幹掉它 第二 這不是我的領域 那麼 我承認它和我的差異 這種事情大家做做開源的時候 一定要大膽地去承認這種事情 就好像是說 Skywalking永遠不會和Zipkin去競爭說 誰監控的領域更廣 那不是我要證明的事情 Skywalking是一個APM System 那麼它要解決的是應用性能的問題 Tracing可以去Tracing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是你特有的領域 所以在這個點上 你所有見到的朋友 或者是競爭對手 其實本質上它們都還是朋友 上個月我在Pingpoint的主場 去講Skywalking 他們也一樣 我去Zipkin的Workshop 去講Skywalking 在北美 一樣的 這個事情並沒有你想的那麼嚴重 但是確實 如果你上來就決定和它對抗 那麼不好意思 你對抗的就是全球 因為你決定和每一個 和你有關聯的項目都要對抗 那麼最大的可能就是 那些項目決定聯繫手來把你弄死 那麼當你有了一些關係 有了一些東西之外 這個是對所有的開源的Leader PM 公司部門領導 最大的挑戰 這件事情就是平權 拿掉你的專制 我是Skywalking的第一行代碼的貢獻者 我是Skywalking的Founder VP 但是在整個Community裡面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 我提交的代碼依然別人要Review 人家依然會Request Change 我依然得回來改 我依然得Follow別人的要求 這就是Community 你必須有心理準備 你要被從那個頂端被拿掉 你希望人家記住的是Skywalking 並不是我 也許我能從這個經濟裡面 我去找工作的時候 我能拿到一份更高的工資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從項目本身來說 我希望大家記住的是項目 而不是我 那麼在這個項目中間 你需要給更多的人利益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別人參加你別人能得到什麼 為什麼Apache Foundation CNC Foundation Ninx Foundation 能夠吸引那麼多的人 因為那個項目的官方的Commitner 是可以拿來換工資的 對吧 就好像剛才滴滴在這發的圖片 我們公司有多少個 哪些哪些項目的Commitner 我相信所有的公司 出去宣傳的時候 也會想幹這個事 只是可能你不夠多 所以你不想辦 對吧 所以這種事情 有的人他肯定要幹 那麼你能給他什麼 你能給他錢 你能給他植物 你能給他生育 你能給他以後的機會 你能給他代碼學習的機會 你能給他從一個普通開發者 變成高級開發者的機會 每一個都有可能 Skywalking的裡面的 Commitner 我告訴大家是 都有不是本科畢業的 都有專科畢業的 九幾年的小孩 他參與這個項目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學習 他可以去任一些 你分配給他的活兒 但是沒有任何的金錢價值 他晚上熬夜給你幹活 我熬夜follow你的 設計文檔 熬夜follow你的測試的要求 去寫代碼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他能學到東西 他能借助你 有一天他能夠站在另外一個講台上 錢 位置 個人成就 這是每一個人心裡都想要的東西 不然你幹這個東西 不然你幹這個東西幹嘛呢 所以 你要做的是 你找到那個人 有這個想法的人 他願意參加 那麼他的目的是什麼 你能不能給他 在不違反大原則的情況下 你不光應該給他 而且你應該盡可能多地幫他 你像 大陸今年十二月份 應該有一個Top100的一個會 Skywalking會有一個 Core Maintainer去參加 但是我告訴你 那個Skywalking的Core Maintainer 他並不認識任何人 那個會是我幫他簽的線 我幫他遞的議題 我幫他搞定了 現場的所有的事情 但是 是他上去講 我不會去講這樣的東西 原因很簡單 講的內容是他做的 這是一個Core Maintainer 應該做的事情 他應該上去講 他既然勇敢地上去講了 我為什麼不幫他 因為 只有更多的人 去做這樣的事情 你的社區才有可能能夠贏 如果你想的都是 我去刷 對吧 那我憑現在 我在中國認識的人 我可以把所有的會 都刷一遍 對吧 我可以從一月到十二月 每一個會 我都可以上去講一遍 但是 意義在哪裡 沒有什麼太實際的意義 OK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你堆你的代碼 很多技術員對代碼 是有非常大的執著的 就是不想別人來改你的代碼 絕對會很被冒犯 憑什麼你說寫的不好 那麼 這種時候 請你自己想清楚 你真的是那個全才嗎 我不排除有這樣的人 這好像是Linux系統最后一定 現在還是要Linux 去做最後一個confer 那是特例 全球只有那幾個特例 但是絕大多數人肯定不是 所以你要做開源 你要做community 請你把你的手 從你的代碼上拿開 別人要去改 OK可以 你不信任他 沒問題 請你用你的方法 什麼方法 test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 測試驅動開發 這個東西在做業務的時候 就是一個扯淡的事情 就是一個 在公司內部 我相信一定是掛在PPT上的事情 但是我告訴你 就是如果在open source community 這是你必須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有人說sky 有人說這項代碼 你寫的 你寫的一個call 你這項代碼不對 應該這樣寫才快 那很簡單 Benchmark在哪 你給我Benchmark 如果你的Benchmark 能證實你比我快30% 並且你沒有break API 沒問題 我可以接受你的porequest 我可以刪掉我的代碼用你的 只要你能證實 這個事情在持續的在skywalking裡面發生 skywalking內部有一個內建的queen 就有點像 大家常用到那種disruptor啊 或者一些這樣的一些java的queen 這個queen被 有一個我們有一個contributor 嗑這個queen已經嗑了三個月了 他就喜歡改這個 然後每次就告訴你啊 我又有一個benchmark 然後又提高了多少 它做到的效果是什麼呢 這個核心的queen 會包含整個流處理 但是它能夠做到 那個queen的性能 提高了四倍 但是它加起來就是改了一版的嘛 但是改了三個月 一個pr接一個pr接一個pr OK 這是你會面臨到的事情 然後 incubator 這個剛才有講到 我放在這兒 只是會說 如果大家想了解 更多的關於APA7的事情 我們可以下來再去聊 OK 提醒一點 就是 不要在你項目建立社區的時候 太多的關注性能 如果你的項目只能靠性能獲勝 基本上你也就走不遠 因為性能是最後一手 所有都準備好的的時候 把性能優化好 如果你上來就決定優化性能 也就是說你沒有任何功能特性 一定有個人已經能夠取代你 而你想幹掉他的原因就是 我要優化性能 那麼你會優化 為什麼對方那個人不會優化 你真覺得人家技術差到那個程度嗎 不可能吧 就好像說我們有很多的rpc框架 那麼難道你想幹掉 Google的rpc的目的就是我比它快 你覺得你有可能嗎 你和Google去玩性能 我相信沒有人能夠贏 OK 那麼這些活動也是一樣 其實剛才我說的 這是有neva的活動 有在theattle的活動 這個是去碰到很多朋友 包括這些我們以前一些的支持者 這個是 以前的分析師 他們去幫我們去做 然後 這是所有開源項目 如果你想要社區 這是你的核心目標 你有你的pmc或者是call team 去設置項目的目標 和scope 你的範圍 因為一個項目不可能是全財 你不可能做掉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討論要online 不管是 Apache可能要求mail list 但是作為廣泛來說 可能Github wiki都OK 然後剛才就是我講到的 contributor永遠是首選的 項目健康度的指標 沒有任何可以爭議的東西 OK 我們在 今年Skylking畢業成為頂級項目 這是一個常見的 open source的一個模型 你在所有的社區上面 你要去做 一個 精神採券的管理 不管你是公司的項目也好 Foundation的項目也好 這種模型是永遠適用的 因為 剛才有平權 平完全之後 那麼一定會有一個 所謂的 組織的形式呈現 因為你不可能隨意地 去接受一個外部貢獻 還是我那句話 open source不代表 我可以merge所有的東西 這是兩回事 infrastructure 這是很多開源項目 不太注意的東西 就是很多人被誤導 就是認為開源項目 就是要代碼寫得好 注釋寫得好 單元測試寫得好 那我告訴你 單元測試其實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 複雜的開源項目 為什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有的大型的開源項目 從Apache的Hadoop Spark Storm 到Ninx Foundation的 Kubernetes Service Mesh 他們靠什麼東西 去保證 產品發布的質量 一定是集成測試 不要相信什麼 白河測試 能夠解決產品質量 那都是見鬼的 因為你所有的白河都在Malk Malk就意味著什麼 就意味著說你在做一些假設 只有真實環境沒有假設 所以Skywalking的PR 在合併之前 它會去做不同的CII 它會去做不同的 Anture End Test 端到端的測試 以及探針會做專門的測試 你會發現探針這裡 有將近700個用力 這個最下面 有點擋住可能 700個用力 你可以想像700個用力 是什麼概念 就是Skywalking的Java探針 每天晚上要跑6個小時的自動化測試 為了保證今天晚上的版本 明天是OK的 一旦出現合併了任何緊急的問題 可以保證它能夠被快速回滾 所以這些東西絕對不可能是某個人 或者某幾個人 或者某家公司能夠做到的 你不可能 我不相信有人能寫出700個測試用力在公司 這一定是社區帶給你的 OK Skywalking光社區的測試 就有將近幾十人 在貢獻測試用力的代碼 而且Skywalking每貢獻一個 基於某種框架的插件 你必須有測試 你沒有測試 我連代碼review都不會做 因為我沒有意義 我看的覺得沒問題 也不代表沒問題 你跑出來 首先你得告訴我 跑出來起碼是對的 我們再來說代碼的事情 所以也是一樣的道理 cause這個事情 不要想得太神秘 沒有那些事情 然後文檔 像剛剛那下面有人說的 如果你想做全球 英語文檔 這是你不喜歡 你也得寫的事 release 這是為很多人忽略的事情 release是一個反饋 你對社區的反饋 因為絕大多數的用户 其實他連編緣碼都不會 他指望著嚇你的發布包呢 你不編 他都不知道該怎麼升級 所以 保證一定強度的發板 是一個項目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正常情況 不要超過三個月 如果你三個月都不發板 你要都懷疑這項目 到底還活沒活著 OK 那麼 我們講了很多SkyWalking的TOP 是Top Level Project的事情 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 開源有很多很多的路徑 Apple Foundation不是唯一的出路 Foundation也不是 然後你有很多的辦法 你可以為你的情節買單 如果你想的話 但如果你是公司 你就要知道 只有Community 只有實際的市場戰友 才會有實際的價值 而那些所謂的Marketing的宣傳 可能在短期內 對你的公司是有幫助的 我們最近在搞開源 當然 但是 就好像剛才老馬在那兒 第四Double的事情一樣 因為 這會留給你的是口舌 而不是 就是Double那個事情是真的 首先老馬說的那個事情是真的 是真的 Out of maintain 三到四年的時間 就是 你要做開源 一個企業如果想拿著自己的title去做開源 你一定要想好 因為個人你可以有很多理由 我換了工作 我最近很忙 我家裡有事 是吧 我都可以不干 但是企業不行 你不能說這個人離職了 你就不干了 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在西方公司 是有很多open source的advisor 這麼存在的原因 他們告訴你的 不是這個項目該怎麼做 他們告訴你的是 這個步驟該怎麼做 在針對你的這個實際情況的時候 步驟該怎麼做 OK 最後這一項其實剛才在下面講過 我在這裡只是在提一下 就是 open source現在正在成為 你自己提高自己價值的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你有這些 你在人才市場上 所達到的利益 會遠高於 你的工作時間投入 這是事實 OK 謝謝大家 果然吳勝講是滿滿乾貨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這個詢問的 有沒有 居然沒有 講得太好了嗎 都沒請問 你們桌上麥克風 我會想請問一下 你最大的困難 在你讓這個skywalking project的過程上 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時間 這是時差 時差 因為你要做connection 這是一個全球connection 我在加巴市區 但是有更多的人 在嘉陵和美國市區 所以溝通是最大的困難 而對於絕大多數我認識的人 最大的困難可能不是這個 可能是音樂 謝謝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還是問什麼 能不能去吃飯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就謝謝大家 然後也謝謝吳勝 謝謝